云林縣所有的鄉親要承載非常重重之重的責任 不只是我要配合國家的糧食安全 那我要配合能源政策 所以我想在能源政策 我們現在無論是海上的風力 或是陸域的風力 或是太陽能的發電量 我都是佔全國前三名 所以我想在站在國家的高度上面 應該以一個大局來著想 到底我們云林縣在扮演糧食安全 以及能源政策的推動下 到底要怎麼樣做 那我想我們也非常希望 中央跟地方的法令是一致的 不要讓我們地方政府 有面臨到很多困難的時候 摯愛難行 甚至走在這個法律的邊緣 我想不只是現在各位應該都看到很多的城抗 這個陸域風機 它到底在哪一個距離的範圍 我們也透過議會 我們向中央能源署提出過 是不是五百米以外 才來興建這個陸域的風力 但是中央也不合備 我們會面臨抗爭 那當然還有一些面臨居住地 群聚的地方 比如說像園長這個地方 他在建地 但是他左右鄰居通通有住家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許可 跟同意函 在發放同意函的同時呢 大概是書面審查 只要他是合法的土地 合法的這個程序 我們就依法行政頒發給他同意函 那甚至到能源署給他 整個的籌設許可 但是後續才開 整個的所有的這個座談會 民意的座談會 但是民意座談會一開以後 他反彈了 反彈了 反抗了 但是回過頭來 地方政府已經致愛難行 因為你同意函發了 那我們中央的籌設許可也發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公權力如何站在民意的立場 這又產生我們很大的矛盾 然後是在配合能源政策 那當然我們的主張就是三不三要 不影響我的農業的發展 不影響我的觀光產業 跟環境的一個發展 也不影響 我們整個違反國土激化 一定要符合國土計畫的相關規範 那要什麼呢 我當然要產業發展 我要就業機會 我要民意支持 然後我們也避免有犯罪的空間 所以如何打擊綠能犯罪 我想這是我們要重申 那我們不要有任何的不法的行為 所以也要讓我們公務人員 能夠好辦事 那依法行政 有的人又說 怎麼那麼順利 是不是有圖了什麼利 那如果有一些 有問題提出來要他修正 那所以我們處處在刁難 我們還是要讓公務人員 有一個依法來執行他的工作 來執行他的任務 也承擔他應該有的責任 那這樣子才能夠有一個良性的循環 這個產業的發展 對雲林縣是很重要的 那未來綠能是產業發展的主要要素 當然我們之前我們也知道說這個 雲林縣這邊其實裝了很多綠能 但是因為我們在持續在盤點 那今天應該是一個平台 就是說我們彼此來溝通一下說 哪些事情是需要 因為地方執行的時候有一些細節 那可能需要中央去做一些協調 那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是來 這個收集相關的意見 那後續應該我們會有一個平台 就是持續去解決這些事情 當然最重要的目的還是要協助 把這個預點興建起來 地研署的態度是我們認為這個 綠能建設是國家的重要建設 只要有不法我們就一定會強力打擊 各位從我們地研署歷年來 歷年來偵辦的案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打擊是無上限的 只要我們發現有不法的狀況 我們就會加以偵辦 來確保國家的綠能政策 那最主要我們配合國家政策 推動整個能源的這個政策 那但是我們也配合糧食安全 那雲林縣土地就是這麼大 我們到底在整個國家定位裡面 我們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當然我們嚴厲譴責不法 不能有任何不法行為 破壞整個這樣的一個 綠能的一個體制 或是我們讓很多的這些不法行為 有這個充斥的空間 我想這個我們都是不認同的 也不贊成的 就是這樣 可以不於用那種分析 再壓一下 然後就去看 不去看 不去看 看不去看 即可 甚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